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8号星期四 最近在中南海在中共内部发生一件蹊跷的事情 就是七大政治局常委先后当选人大代表 就是要出席三月份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 那么这是一个惯例 所谓当选就是安排 安排在各省市 其他不是在北京在各省市当选 那么最后六位常委公布之后 最后公布的是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王沪宁 说他是在河北省区 河北省这个地区当选人大代表 但这个消息经公布之后 像新浪网彭派网公布之后 过几小时又被删除 删除之后人们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后来又过了若干小时 又被恢复放上去 这个现象令人不解 一个是王沪宁是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 他的消息却最后公布 另外公布之后被删除 删除之后又放上去 跟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 这个做法很不一样 这使人们联想了一件事情 是去年十月份中共召开十九大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个蹊跷的事情 就是王沪宁出席了开幕式之后 突然发现在大会进入小组讨论的时候 王沪宁唯一只有王沪宁不见了 他的身影不见了 消失了好多天 一直到闭幕式才出现 而且在了与此同时 关于王沪宁的消息在网络上大面积的删除 国内的网站也有报道 说是用了一个词叫清空 是王沪宁的消息被清空 只剩下他一个个人简介图片 和少数一两项活动 大部分的消息消失了 但随着并不是之后他出场 而且被安上了政治局常委这么个头衔 他的消息又恢复了 网站上又恢复了 但当时有不同的解读 一个解读说他忙于修改党的文件 因为各派争执不下 但是更多的解读 也包括我当时多的解读就是 王沪宁本身当上政治局常委 在党内的各派各系处于拉锯战中 争夺激烈 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 或者最后一秒钟可能才定板下来 当时围绕他的争议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文革之后 当上政治局常委的 一般都有主任地方的历练的经验 比如地方省委书记省长 或者是直下市的市委书记或者是市长 唯独王沪宁没有在地方上管理的经验 第二个争议是 文革之后还没有一个纯粹文人笔杆子理论家 当上政治局常委 而王沪宁是首创 也开了一个先例 而文革中有 比如陈伯达当上政治局常委 后来张春桥也算是个文人 当了政治局常委 半文人半官员吧 姚文元当了政治局委员 文革后来就存文人进入政治局常委 到王沪宁之前没发生过 所以这两项争议 再加上他的派系 出自于江派 但是也效忠于后来的胡锦涛和习近平 所以这样的话 他成为一个在政治局常委中 入选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显然成为各派各系的一个争议人物 而且拉锯战 最后他进去了 成为了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 排名第五 而且是书记处 常务书记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这两个都也过去了 19大之后 两三个月过去了 那么这个关于王沪宁 他的权力有多大 扮演的角色有多重 现在逐渐也有一些议论 本来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中 人大委员长向栗战书将预订任人大委员长 汪洋预订任政协主席 这都是一个虚子 而韩正预订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个虚子 就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和主管中纪委的赵乐际 是手上有很大的权力 从历史上来看 但是关于王沪宁的权限 却不如前几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的 因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有四大职责 一个是组织人士 二个是党的建设 三个是意识形态 四个是宣传教育 但是王沪宁所分到手的职权 只有后两个 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 组织人士 比如说刘云山前任政治局常委 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 还有再早的什么 这个曾庆红等人曾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但这一次王沪宁未能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党校校长一直被组织部长陈希所接管 陈希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家军人马 是在清华大学的同窗 这个不仅同班而且同时 而且是这个上下铺 所以很显然 习近平是通过组织部长陈希 直接当中央党校校长来管理人事 就绕过了王沪宁 第二个党的建设 你比如说刘云山任职的时候 之前的政治局常委 他一般管党的建设 比如说在会见一方面处理 比如对朝鲜的关系 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 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 朝鲜、越南、古巴、老挝 这些之间的党纪来往 是会由刘云山 刘云山去过北朝鲜 也会见这些共产党来的国家的这些 跟党建有关 也主持一些党建工作有关的工作 但是现在的党建工作 却交割了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比如说前不久 越南共产党的组织部长访问北京 王沪宁却没有露面 主管意识形态的 而是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出面会见 以示最高规格 所以这两项工作都被排除了 而赵乐际可以说是半个习近平的盟友 陕西人 习近平的老乡 同时在上一届当组织部长 对习近平多有支持 所以可以说得上半个习派人 那么黄沪宁剩下两个工作 一个是意识形态 一个是宣传教育 但是在十九大之后有两件事情 这个王沪宁有可能惹了麻烦 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教科书 新编历史教科书初中版的 被暴露出篡改文革历史 把原来毛泽东的错误拿掉了 把以前的十年动乱与灾祸拿掉了 把文革史放在了十年建设探索之中 相当于为文革证明 这不是教育部所做的 而是跟中宣部有关系 跟王沪宁所主导的意识形态有关系 那这既可能是他的做主 也可能是习近平点头之后的做出来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情 就是相当于为文革翻案 为文革翻案可以说党内党外都不得人心 民间不用说了 即便是党内 我相信支持者都聊聊 不管现在的当权者还是谁 想不想往文革方向走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周星成发表文章 说消灭私有志引起轩然大波 而这篇文章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 而这个《求是》杂志是直接受王沪宁领导的 那么显然是王沪宁同意发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说共产主义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志 而且是痛批主张私有志的人 说是私有志就消灭公有志 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说共产党员 任何共产党员都不能赞同私有志 结果我当时就说了 这相当于是一个高级黑 如果说也可能得到习近平的同意 是习近平的主义 但也可能就是王沪宁的制作主张 认为这一块归他管 所以表面上是这个老教授所发的 事实上是王沪宁受益点头 那么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我当时就说相当于一个高级黑 因为几任的政治局常委都中枪了 都躺枪了 因为最大的私有志就来自于政治局常委 不仅所谓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在推广私有志 民间的高层的 但是攫取私有财产最多的是 几届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像在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 拥有股份和投资 或者在王健林的万达公司面 拥有股份或者投资 或者在安邦公司面拥有股份或者投资 等等 数都数得出来 这些稍稍一梳理 基本上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都沾边 当然也有例外 就是王沪宁并不沾边 所以消灭私有志的话一出来 可以说新老政治局常委 大多数都中枪 因为他们就是新时代私有志的最大代言人 他们拥有最多的私有财产 动辄数亿 十几甚至数十亿计 这些财产不仅藏立在香港喜仙中心 豪宅 而且是转移到海外 成立所谓离岸公司 转移到西方天堂或者是喜前天堂 所以巴拉玛文件什么天堂文件都有足够的证据 确凿的证据显示这些 那么这个是不是王沪宁也惹了麻烦 也有可能 所以王沪宁的权限实际上受到了压缩 跟以前相比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王沪宁 我以前说过 王沪宁实际上扶持三代 说是这个中共的理论化妆师 是什么三代帝师 中南海智囊 等等说法是不惊而走 这个说法让领导人高不高兴 不见得高兴 因为这个共产党 现在把这个党章宪法里面理了这个六条思想 说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 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殊主义道路的思想 等等 这六个东西后三个都是王沪宁的 王沪宁先后给江泽民炮制了三个代表 又给胡锦涛炮制了科学发展观 最后又给习近平炮制了一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 所以与其说六个思想 党章下方不足三个思想 后面三个叫做王沪宁思想 所以这个呢 实质上可以说是后三任领导人 知大忌 知心病 因为他们自己拿不出自己的东西 只好听王沪宁的掰护忽悠 而王沪宁这给后三个人炮制的东西里面 要仔细理一下 也是很有名堂 他给江泽民炮制了三个代表 说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先进的文化 什么广大人民的利益 包了万象 等于颠覆了共产党最早的一个初衷 什么无产阶 代表无产阶级 工农大众 不是代表资产阶级 在江泽民时代导致 就资本家入党 这个闷声发大财 权贵就是资本家 资本家就是权贵 私有制发展到鼎盛 首先是红色资本家 所以一个颠覆 跟后来最近所发表的什么消灭私有制 王沪宁受益的消灭私有制完全矛盾 给江泽民弄三个代表的时候 那就是资本家也是共产党的成员 共产党也是资本家 但现在又突然说消灭私有制 你消灭谁呢 究竟消灭私有制还是消灭红色权贵 所以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另外他给胡锦涛和习近平所炮制的两个东西 空东西 甚至就是高级黑 比如给胡锦涛炮制的科学发展观 完全没有意义 你叫均衡发展观也好 协调发展观也好 绿色发展观也好 都比科学发展观听起来更有 更实际一点 科学发展观 哪一个东西发展不讲科学 不讲科学原理 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后来给习近平炮制这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等于也是白说 很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用了几十年 用烂了 前面加个新时代 新时代也用了 反复的每个时代都用 用烂了 其实就是旧时代 也就除了习近平这个名字放在那里 后面呢 其实完全是个真空 你就说是习近平 依法治国的事项也还好一点 或者习近平两个一百年的思想 或者习近平这个中国梦的思想 都还强一点 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六个字这么长 中间隔十一个字 然后把习近平的思想给连接起来 这纯粹是个忽悠 完全没有东西 你说不出里面有什么 所以也是说了等于白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 这个王沪宁内心 只效忠于江 就是一个江派 然后呢 在胡和习的问题上表现出疯派 所以给后两个人弄了两个空东西 这两个空东西没内容 所以这恐怕是一场高级黑 所以我回头来看 回头来 从头来解读一下 为什么这次王沪宁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后 这个名字最后出现 最后一波 出现之后又删除 删除之后又恢复 这也有可能王沪宁自己这么做 王沪宁比如他是主管意识形态的 他可以哪里放名字 哪里不放名字 也许他故意把自己的名字最后出现 出现之后呢 这个表示自己谦虚 你让有君子之风低调 出现之后干脆又删除 删除之后再又恢复 受议论之后 但这个呢是弄巧成拙 有点故弄玄虚 就是表面上低调 谦卑 谦让 最后来通过这个删除恢复 这个过程呢 反而突出自己 这恐怕是很有算计 这是我联想的一个人 历史上有一个人叫王满 这是汉朝的 这个王满呢 他这个在朝中围观的时候 最早他跟这个王沪宁的表现非常相像 都姓王啊 但我不知道王沪宁是不是王满的传人 精神上很像 当时这个王满啊 从朝中从小关做起 最后做了大关 最后做了大司马 最后是篡权 篡位 把这个姓刘的汉家天下给篡了 自己建立一个新朝 16年后来又亡了 东汉又起来了 这王满最早的表现 非常谦卑 非常的孝顺 节俭 他这个是而且四母自孝 对自己的母亲孝敬 对这个王兄的嫂子很尊重 他的兄长早年因事 他这个侍奉嫂子也自孝 没有王兄的孩子他抚养 另外这个他当官之后 他领的那个朝廷俸禄 一半是分给下属 一半是节纪穷人 在朝廷内外是好名声 赢得了广泛的好名声 还有他始终坚持穿得非常朴素 初步不一 然后他这个夫人 哪怕他当上了大司马 他这个夫人都坚持穿得 就是好像农妇一样的装束 当时入朝的或者是 初入朝廷都让周围的大臣 非常的惊讶 所以当时王满就通过这一套 直理圣公 而且比他老资格的这些大臣 这个苏苏伯伯叫个不停 直理圣公叫 说是朝廷营的好评 朝外营的好评 民建营的好评 好名声一路上去 这个掩藏的是包藏祸心 续梦已久的篡位篡权 所以后来终于 从小关到中关到大关 大司马 丞相这些级别 最后是篡位 看到刘家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弱 最后都是孩子 所以最后他是篡位了 逼退了汉朝的这些帝王 最后的帝王 大概叫 最后的一个叫儒子音吧 西汉的 把这个残位给他 后来这个 当时还有一个太后发怒 他要去要了一个玉玺 皇帝的玉玺 太后发怒 就愤怒的砸向他把这个玉玺 所以玉玺缺了一脚 所以后来这个玉玺缺了一脚 后来也补上 所以这个玉玺缺脚的原因就是因为 太后发怒砸向王莽 这个意思就是你拿去吧 篡位贼 这个时候是王莽最终是篡位 所以这个回头来看 这个王沪宁这个谦功谨慎低调 看到这个十九大之后 而政治局常委出来露面 习近平介绍政治局常委 其他人是往左往右往前望一下 往前走一步 而王沪宁显得是胆战心惊的样子 轻轻往前快步 然后看一看王习近平 然后往后一缩 不是看观众 而是看习近平的眼色 非常胆小谨慎的样子 然后又这个 但是做起事来恐怕并不胆小 像这个一会儿是篡改文革史的 多大的动作篡改文革史 颠覆文革 颠覆文革的这个为文革翻案 那就等于说颠覆改革开放这40年的历史 然后又是消灭私有制 多大的胆子 消灭私有制 这40年来形成的就是私有制 重大的私有制 所谓国营企业就是私有企业 就是红色权贵所掌握的 不管王沪宁出自什么 我先不凭他好和坏 也不凭他正和反 这个由这个 广大网友会的历史去评判 我不说是非判断 我只说他这个做法相当的因 就是洋一套因一套 这个实际效果相当的震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认为这个从这些综合现象判断下来 我认为王沪宁没有得到习近平的真正的信任 这个王沪宁是得到了江泽民的信任 胡锦涛对他也是以重和信任 原先看上去习近平对他也是以重和信任 连外事访问都带着 但是从现在郑主纪常委这个分工上来看 习近平对他并不放心 党建工作叫做赵乐际 而这个组织人士叫给了陈希 等于说这个把这个王沪宁这个角色 书记处常务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削弱的 只有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上去习近平是对他抱有戒心 加上他这个王沪宁出生的派别 他跟韩正都出自于江派 但是我说他是丰派是半个江派 是准江派不是标准的江派 所以这个政治局常委中现在结构是两个江派 两个团派 另外是两个半的习派 所以这个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王沪宁没有得到习近平的完全信任 这已经是结论了 但是王沪宁也很有可能 因为根据他的年龄来看 有可能是王莽的传人精神上 因为他是55年出生的 他这个当上这个政治局常委 62岁 那么就再混过5年 他这个67岁的时候七上八下 他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啊 这个继续的这个再进一步 就继续当政治局常委 如果说按照过去的一个常规 习近平做两件退下来的话 王沪宁还有可能那个晋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来 这个王不排除王沪宁 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可能 因此我想习近平对他是有所防范 防了他一把 所以这个王沪宁他的表现 从他表现来看 而且我刚说过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 大多数的政治委员都恋财 大多数的地方这个省市的这些头目都恋财 但是王沪宁是少数几个没有恋财传闻的人 可能很谨慎很避嫌 但是如果大家都多数人都是贪官 只有一两个是清官 我想多数人会感到很不自在 就跟当时的汉朝一样 我想汉朝里面恋财的官员不少 但是王莽绝不恋财 甚至善财 这个救济 给讨好属下 笼络属下 救济平民笼络民心 王沪宁的表现非常像王莽 这个篡位前的表现 直理胜功 孝顺 这个谦卑低调 朴素 不恋财 没有这个恋财传闻 没有恋财丑闻 是独树一指 那么究竟他这个做法 究竟他包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用心 是不是有王莽之质 可能有王莽之财 有王莽之风 但是是不是有王莽之质 我觉得不能排除 从现在看来 习近平对他不信任 习近平对他是有所防范 再加上这个十九大奏 连续出了几个重大的争议点 这个未文革翻案 消灭私有志等等 再加上王沪宁所扮演的这个 角色跟以前的 类似的政治局场合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有好戏在后头 就是说更大的戏 恐怕在后头 这个王莽的传人 是不是王沪宁 王沪宁是不是王莽的传人 恐怕 还很值得这个大众观赏 这出大戏 好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